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 天 天 天节来了 一百万年了 整整一百万年了 红山的祖宗终于飞升了 飞升 谁家飞升九九八十一万道天雷啊 快 快停下啊 要撞上了 飞升后的逃放精准度对比阿三不朗弹道吗 怎么还带往地下送的 大哥哥 你也是来李管市家管理的吗 啊 李管市 管理 就是藏风谷的外门管市李管市呀 大哥哥 你知道藏风谷吧 有六大仙祖之一坐镇 是合金界最厉害的 这不就是害我被域外谋身夺赦 重修百万年的罪魁祸首吗 别跟这种穷酸鬼说话 你要是不好好修炼考进藏风谷 就会像他一样 连土形术都用不好 啊哈 我是因为钢飞升 怪不得修为才区区地仙初见 我家子涵都地仙大圆满了 走 子涵 咱们不要靠近这种废柴 哎呀 恭喜李管市又得美切 真是贺礼 我家子涵考藏风谷的事还要李管市多多费心 百万年过去 仙记着捧高踩低的风气 倒是一点没变 想来也是啊 域外魔神夺赦我之后 定时和六大仙祖的势力搅在了一起 一群心术不正的老头子 可先到家了 哎 你感没感觉刚才有骨龟风吹过 有啊 一直都有 咱们李府风水绝佳 有风怎么了 嗯 还是仙记好吃得多 这铃果 嘎崩脆 鸡肉味 新夫人到 夫人 可还满意我特地为你举办的喜宴 我是为了多说点赫礼罢了 朱军 我名凤傲天 被李管市威逼嫁他为妾 可有仙长仙子助我脱身 我凤傲天和刀牛做马报的安情 恭喜李管市又得美切 恭喜恭喜 爱妾年轻不懂事 诸位见笑了 怎么会这样 是我想简单了 看来杀了魔神和六大仙祖 并不能解决这一切 整个仙剑都是老橘子 烂橘子 炒橘子 沙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勾缺配个人又怎样 你们这是助纣为女 为虎作成 拜我为师 我就救你 当真 当真 末期少女穷 我教你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女娘子 这里什么时候做这个人 穿这么疯祸烂烂 是怎么让她混进来的 怎么有人敢顶撞李管市 他这是要跟藏风骨堆着干嘛 这百万年 我参悟最后一丝天机 获得了新的神通 关命 按照命运 他很快就会搁在李管市手上 若是改变他的命运 我乃天玄门掌门 拜我为师 我便救你 就凭你 看他修为不过刚刚地仙初级 能勾出狂言 巷麦必定有所依仗 莫非他隐藏修为 啊 阿倩 是那个刚飞升的大哥哥 什么 刚刚飞升 啥 那不就是仙界最低的修为 地仙初级 你们认识 哈哈哈哈 不不 一面之缘 这种活动我们子寒不参加哈 别以为你在下界是个人物 在仙界就有人高看你一眼了 李管市可是天仙大圆满 刚飞升的小小地仙 还没看清仙界的情况就敢冲撞 吃吃啥啥 此前你姑且报个名号吧 也不算白飞升一场 天旋门掌门 苏玄 啊 天旋门 是那个天旋门 啊 没错没错 就是那个天旋门 连天旋门都敢冲 当真是不要命了 人人都知 如今仙界大佬有半数是天旋门弟子 竟然有人敢自称掌门 哼 如今南静的环郎女帝 正是天旋门大师姐 数字无状 这都敢碰瓷 嘿嘿 我的好大女这么争气 好天啊 以后要向你大师姐好好学习 说得好像真那么回事似的 哪儿来的大傻子 这是来搞笑的吧 哈哈哈 你不必为了震慑他 扯天旋门的大旗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嘿 好天啊 不用害怕 我真是天旋门掌门 你就说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拜师我就救你 你这疯子虎脚蛮缠 一个小小的地先出击 别误了我那切的吉时 小心 你为什么要替我挡下 先生是因我之苦 才得罪里馆时 如果有代价 也应该由我来赴 你不会死的 好徒弟 我果然没有看错了 明明是帮他觉醒血脉 怎么有点点天气在向我汇聚呢 难道我拿的是收徒返利剧版 不误了 这才是参悟最后一次天机的 正确打开方式 这 这是 血脉觉醒 不可能 怎么配合我们六大先祖门下弟子一家人 这就是 血脉觉醒的感觉吗 这是 青鸟血脉 美人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看咱们今天大好的日子 别闹了 以后我都抑着你 这话你跟多少人说 骗鬼了 我叫凤傲天 别把喊过几百人的称语 抱我头上 不愧是我认定的徒儿 咱们天学门就是要这样的气势 来 我一时教你感悟自身灵脉 这套装备是从哪冒出来的 难不成它真的是天学门掌门 时刻准备着 我闭上眼睛了 想象你的灵力 先 然后 蹦拉卡扎 呼应上了吗 还 还没有 你在努努力 我教了这么多弟子 肯定没问题的 好像呼应上了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的技能吗 没错 挺我指挥 上上下下 左右左右 BABA 没想到我还挺有天赋的 这么乱七八糟的指导性 都能领悟真正的力 干嘛 刚觉醒就无使用天赋能力 哼 当真是想瞧他们 刚觉醒就有大招 不愧是我徒弟 我又出来了 等等 这好像不是输出技能啊 怎么回事 偷好晕 这给我干哪儿来了 这还是离府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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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赋不适合战斗怎么办 呃 没关系 有我知道 圆府大沙特沙 怎么不算逆袭爽文 呃 真的吗 可以把炸弹 直接传送敌人体内 还可以给敌人的四肢五脏 传送跟天女散花 还有 呃 我还是觉得不靠谱 但自从遇到她之后 我的命运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能一直跟在她身边 我也会变得幸运起来的吧 师父在上 受弟子一拜 好好好 乖徒弟 先定一个小目标 脚踩李管市 拳打 藏风骨 这声音 是离府禁帝经常传来的声音 这是 哼 真是熟悉又令人厌恶的声音 难道 这里就是离府禁帝 我爹他 就是被李管市送来这里献祭了 离府禁帝 这可是上古时代清诸葛的废墟 上古仙界破碎后 竟然流落到此地 既然如此 不如就从这里开启 复仇的第一步 复仇 哎 肉 新鲜的人肉 天魔 天魔 难道我爹是被献祭给了他 那是 我爹的尸骨吗 那畜生竟然 我要杀了他 天赋既能准备 不要用力太猛 三 二 一 传送 嗯 就是这样 先咻 然后啪 你已经领悟到精髓了 接着 这又是从哪逃出来的 这剑也太破了吧 我可断掉吗 以前路边武灵是一把买的 问题不大 这种时候 就不要太挑剑了吧 先咻 然后啪 记住这种感觉 哎 我们是师徒 这也太突然了吧 哈哈哈哈 我真是教学剑的天才 这招就命名为 飞雷神吧 所以 再来一次吧 成为仙剑的蓝色闪光吧 啊 啊 那当然 这可是天外仙云打造的 上古时代第一剑修用过的剑 足足花了我五块零食 天母 你 你是 爹 是你吗 爹 女儿 可你之前脚碎的是仰骨 你不可能是个怪物 我是爹 你不认识我了吗 啊 这比春晚包甲子感人多了 这是上古时代活下来的天母 这种东西 不生不死 没有任何情感 一个字 也不要相信它了 天母没有足够的新鲜血肉 就会渐渐枯温 我在李家 是为了获得青猪阁的遗产 一直用活人圈养它 去吧 比卡凤 啊 我吗 我今天才开始修炼 天母 受死吧 等于那些 另一个更温柔的死法 就是杀死你们 着实有些浪费口粮 师傅 这巨火阁残存的光山大针 没想到 还能运转 我走走 不对 右边 师傅 你在哪儿 用这套阵法对付我 翻门弄 你 这可是天宣门 为青猪阁射下的 封山大阵 你怎么出来的 区区教具 这也是你能问的 教具 你说我 上过仙剑都被我们天母占领 你个没整齐毛的小子 以为自己是谁 就你 一只下等天母而已 只配当教具 给我徒弟练手 哼 光望小儿 我是热独痴啊你 你 你怎么会这么熟悉这套阵法 我吸收了青猪阁所有人 你不可能比我更熟悉 为 你是那个天宣门的人 不可能 最终不可能让天宣门活到现在的 哼 我不得不说出那句经典开语 你知道的 太多了 起来 我徒弟还没锻炼呢 别装死 做教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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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可能 我刚才是求饶 不是 我寻思 我也没拒绝你啊 做教具吗 啊 求你了 给我一个安乐死吧 我从伤过狗到现在 就是为了被你折磨吗 我看 你比天魔更像魔 本来想给你一个更温柔的死法的 不配合也没办法 哥 我没说不配合呀 你打不听人话呢 还得我亲自把控 还欠你什么 我的教具 不需要找罪 我 我 我 对对对 少说话多做事 不然三十五岁 就把你优化定 唉 让我看看 新鲜出炉的乖途儿 在做什么 我徒儿明明是传送戏 这么偏偏是个鹿痴啊 嗯 稍微再给孩子 开挂了 快灵石真能买到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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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未能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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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